大家好,我是饭团,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情人节就要到了,今天的新型草莓塔就是我的一点点小心意 想送给你们,谢谢你们在人海之中看到了我 听到了我的声音,我在这里用草莓塔远程比心啦 还是先来写菜谱 今天菜谱里我给出的量可以做三个手掌大小的草莓塔 下面我们先来做馅料,凯士达酱 需要用到的原料有两个鸡蛋的蛋黄,牛奶,细砂糖,玉米淀粉,还有香草菌 把两个蛋黄分出来 然后加入细砂糖搅拌均匀 通常做卡士达酱都会要求先打发蛋黄,但我觉得可以不用 这里我们直接加入玉米淀粉 打发蛋黄是为了增稠,可以让卡士达酱更厚重一点 但真正起到主要增稠功能的其实是玉米淀粉 按照我给出的量,大家不用打发蛋黄 然后把牛奶加热一下,我喜欢直接用微波炉转一下 热到牛奶冒热气,比较烫手的程度,大概60摄氏度 热好的牛奶搅搅匀,然后分次倒进蛋黄,一边倒一边搅拌 大家可以先在碗底加个防滑垫,这样搅拌起来碗就不会跟着转了 最后记得把香草精也加进去 然后就可以倒进锅里加热了 开小火,然后用打蛋器慢慢搅拌,防止糊底 这一步除了要把蛋黄加热到可以安全使用的63摄氏度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淀粉膨胀吸水,增加粘稠度,形成酱酱 有意思的是,恰巧因为玉米淀粉颗粒开始膨胀吸水的温度 是稍稍低于蛋黄凝固的温度的 所以我们煮出来的不是蛋黄羹,而是质地均匀的卡士达酱 继续搅拌,直到变成这样浓稠的酱酱就可以了 然后倒出来过筛,过筛这一步是让卡士达酱顺滑的关键步骤 如果大家不介意酱酱里有小块,跳过这一步就好 紧贴着卡士达酱的表面封上保鲜膜 防止表面水分蒸发,留下一层皮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降温,隔夜也OK 现在来做塔皮 需要用到的原料就三种 中筋或是低筋面粉,无盐黄油,还有糖粉 黄油需要提前在室温放软 然后在黄油里加入糖粉 接着把打蛋器调至最低速 开始搅打 打到黄油和糖粉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变得顺滑就可以了 然后加面粉,不过筛也可以 继续低速搅打 打到碗里的小颗粒开始慢慢形成面团就好了 把打蛋器上的也刮下来,然后揉成面团 因为面团的水分含量很低,同时脂肪含量又很高 所以是不会形成面筋的 稍微揉一揉就可以整形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这时候的面团有一点粘手是正常的 把面团整成条状 然后包一下保鲜膜,放冰箱冷藏10分钟 让它降降温,定个型 这时候就可以开烤箱预热了 温度设置为350华氏,也就是175摄氏多 10分钟之后把面团取出来 然后在案板上撒上散粉 如果大家的面团很粘手就多撒一些 接下来就把面团分成三份 然后取一块,擀到比塔盘稍微大一圈 我用的是手掌大的星形模具 大家用大小差不多的其他形状也完全可以 擀好之后放进塔盘 塔皮比较脆弱,所以放的时候轻一点 然后把塔皮边缘沿着侧面立起来 做好这两步之后,进入塔皮手指操时间 首先是第一节,推角落 把食指弯成数字久 然后顶着塔盘内侧的角落 把面团轻轻推进去压实 第二节,压侧面 用指尖沿着塔盘侧面的纹路 轻轻压紧塔皮 第三节,平整边缘和底面 借助小刀切去多余的塔皮后 用指尖把塔皮底部和顶部边缘轻轻按压平整 完美的塔皮就这样完成了 三张塔皮都做好之后放进烤箱下层 烤15-20分钟 15分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烤箱里塔皮的状态 如果边缘的颜色已经加深就可以直接取出来了 颜色还很浅的话就再烤5分钟 烤好的塔皮取出来放凉 剩下的塔皮我做了一些新型的小饼干 就不会浪费掉了 然后来切一下草莓 取几颗草莓去地之后切成薄片 再挑三颗比较饱满好看的草莓 切成新型 等塔皮完全冷却就可以脱模了 经过整形的塔皮底部平整 侧面花纹清晰 底边是完美的直角 然后把已经冷却的卡士达酱取出来 用打蛋器搅打顺滑 全部倒进保鲜袋或是裱花袋后 把袋子提起来震一震 这样可以把多余的空气都排出来 现在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把草莓薄片沿着塔皮内侧围上一圈 然后填入卡士达酱 最后放上一颗草莓芯 我们的草莓塔就完成了 剩下的两个还可以把草莓芯摆成不同的造型 最后是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草莓塔 我重做了很多遍 总是不满意 2020年的开局很艰难 但是我很幸运遇到了你们 谢谢你们发现我 关注我 这里满满的草莓虽然不是很好看 但真的是我满满的心意 希望你们喜欢 2020年我们一起加油